好 这里是阿拉罗 Radio中网流行网 欢迎回到理财生活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好 我们现场的大艺术家大帅哥已经到了 如果大家想要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的话 那么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 我们在中网流行网的YouTube频道官网 我们在中网流行网的脸书官网频道 还有在我们中网流行网理财生活通都可以看到 好 我们今天请到大帅哥来自于南投 那么南投有南投桃 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 如果我没有认识他 其实我也不知道 那么带来他的一个新书 他这个新书也有我的推荐 然后我自己觉得这本书跟这个人 还有南投瑶都值得大家来了解一下 好 我介绍了这么多 我先介绍一下我身边的大帅哥 我们千秋桃坊的创办人林永胜 永胜好 是 好 英文姐好 大家好 干嘛烧瞎了 紧张 紧张 你真的会紧张啊 为了上我们节目还去弄个头发跟settle一下 我觉得你讲一下牧村拓摘啊 没有没有没有 牧村逗逃摘 平常都只能在车上或是在工作中听着节目 真的假的 今天坐在这边那个心情就特别不一样 圆梦的感觉 我觉得不管你是这个人或这本书 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推荐的一件事情 有人讲就是说你胖热就不要进厨房 是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你接近的这个桃摇有多烫 有多烫 多烫 其实像我们的摇的中心温度大概在1250度 那我们夏天像最近的天气烧咬的时候 平均室温大概在42度左右 42到42度 我发烧了耶 对对对 是 还好吧 就顺便流个汗 我觉得哈 要如果从你 我常讲就这本书我也提到 就是说先喜欢这个人 喜欢这本书 喜欢他的作品 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你是半途出家 我必须这样讲 对 是 你讲吧 你在明歌餐厅唱过歌嘛 对不对 所以你想要看我爸的话 对 明歌餐厅唱过歌 其实是因为在求学时期 那时候因为就是接触到音乐 然后对乐器有兴趣 因为刚好朋友去当兵 介绍我到餐厅去唱了八年的明歌 所以待我们直播中场休息的时候 他会唱明歌给我们听一下 对 后来在当兵前就想说 毕业后到当兵前有大概半年的时间 那想说找个过渡期的工作 就找到了一个陶食工作室 在那边第一次就接触到了 做陶这件事情 那一直到退伍以后 再想说找什么样的工作 那在后来想说还是先回到人的工厂 在那边遇到我的拉佩师傅 从老师那边听到很多关于南投桃的故事 那当下我会觉得说我在南投生长了二十几年 可是我对于故乡的一切却完全的不了解 南投我们只知道日月坛 西侯 你还知道南投桃吗 对 大家知道吗 可能也不知道 南投其实从西元1796年 就是清朝的嘉庆元年 其实就开始做 英哥是1804 那基本上南投是比英哥还要早 对 可是因为我们做的是生活器物 后来就会被一些玻璃啊 不锈钢啊 塑脚取代掉 那英哥是制作一些装饰性的陶瓷 外销性的陶瓷 那所以他能够一直在传去下来 那南投的东西 因为他一直就是处在一种运输啊 材料各种的困境上 那后来就被其他材质取代掉 所以后来南投桃就渐渐没落 到现在目前 南投市剩下的工作室 也就几间个人工作室 现在不是靠你吗 我大概是唯一有在对外街 比较亮的量化的一个工作室这样 对南投市里面 你看南投唯一只剩下他了 还有啦 就当初有对外街 可能就是我在做这样 对因为很可惜就是说 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对于这块土地 基本上的认识就会不够多 那如果我们放任着生活当中 或这块土地上的东西 一点一点的消失 到最后我们会发现 除了AI里面所电脑 所制作的各种东西 我们对于我们原来的记忆 跟情感是会不见的 那这是很可怕的 当一个人只剩下外面的 外在的表象的一切 而里面的温度失去了以后 那他跟植物有什么不同 他跟一般的东西有什么不同 那人就越来越冰冷 对我最近对于器物的喜欢 来自我在推荐书上有写 我就写那个黄爱珠 他有讲述说很多的亲人过世了 可是他会把这些 他用过的物品好好保存的 他人总会走 但这些物品 我只要好好的照顾他 他就一直陪在我身边 对对对 我会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感动 那你除了做陶职外 你怎么会去跟这些 不管是米其林业者 或餐厅业者有一些接触呢 其实做陶我一直最早开始是做茶具 那也因为做茶具的关系 所以去上了几年的七年的茶道课程 那去学习泡茶 对然后在几年前就是我们认识的那个 那时候是英雄餐厅 现在原餐厅的那个chef就是萧纯元 对那阿远就他那时候开餐厅的时候 我有送他那个杯子 那他那个杯子他就拿来装料理 然后很惊艳这样的东西 他居然可以当成石器的器皿 那后来我们一起办了一个活动 叫做野台戏 今年会再办 哦是你办的 阿远是主办 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今年12月在南港的平盖工厂 我们要办第四届 对 那就是找很多的名厨 对在没有米其林之前 就是他大概是集合了台湾从北到南 各个领域的专业的职人 咖啡啊酒啊 然后用在地小农的食材 办理了一场大型的餐会 你很早之前就到异业结盟了吗 还是只是大家聚在一起取暖 当时没有想到那么多 那聚在一起当时也没有想说 这个活动能够办成什么样子 那只是说我从这个团体里面感受到 我在其他的团队里面 没有感受过的氛围 在这里面大家只问一件事就是我该做什么 那没有人去问说那我能从从获得什么 这个很难得 对对 那像那个屏东远的要命 阿卡米的AS 对你问他说从屏东来到这里办活动 为什么你会来参加 他就一句啊很好玩啊 就这样 我觉得就是不管你是有看过 永胜的脸书或者你看到这本书 他在书中也有提到那个远的要命那家 这个店有人要命就阿卡米啊 其实他非常远然后非常的难定 可是我总觉得从你的文章当中 从你的器皿当中可以感受到温度这件事情 那你的书名又叫七号锥 对不对 七号锥到了 对对对 这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意思吗 七号锥 其实温锥大概他就是用来测量温度的一种器皿 它是一个三角形的锥状 就是我们营幕上现在看到那个东西 好会介绍啊 对然后他有不同的编号 五号六号七号八号九号十号 甚至十一十二 那每一支温锥代表着他不同的温度 七号的温度大概就会在 他如果在半岛的情况下是1230 全岛的情况下是1250 1250度 对但是这个东西在烧咬的过程当中 这个是全岛的 这是全岛 如果大家有看直播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听广播 就会知道温锥是一个温度的一个 这个感测 因为在烧咬的过程当中 其实温度的判别有两个 一个是温度计 可是温度计它所显示的 是透过一支感热棒 那前端的白晶去探测到 当下的热能反射出来的 转换成一个数字 那它并不能呈现 窑内最真实的状态 那温锥是跟着作品在里面一起烧的 它不能放个温度计吗 温度计它有温度计啊 但是它传输出来只有温度 它不能呈现幼药或是胚体的 真实的状态 那如果你看直播 看到现在有前面站着的 跟后面倒掉的 它是不同的温度的呈现 所以在烧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在那个 用温锥来判断我什么时候去关火 所以你这个就不能用AI人工智慧 要用你自己的眼睛 对 因为有时候它不一定要到全倒 你看那个有的比较高 有的比较低 就是每一种幼药它需要的温度不同 我在这里面做微调 那我常常在想说 比如说像我们在烧咬的过程里面 底下会有一只温锥 上面会有一只温锥 相差的温度大概会到50度 甚至到100度 那两只温锥倒的情况 就会不一样 下面会先倒 那倒了以后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把火关了 一个是等待上面的温锥倒了 再来关 那等到上面的温锥倒了 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下面的 它温度就超过了 那会怎样 它可能就会变形 会起泡 会有各种其他的状况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跟人生一样 我们在人生的 会为自己设下很多不同的人生目标 会有很多不同七号追 当这只追倒了以后 你会往眼睛往前看 继续追寻下一个 可是当我们在追寻下一个的时候 我们会忘记 我们已经失去 在身边不小心失去 或是赔偿的那些东西 好文青哦 我都觉得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进一下广告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千秋逃访的创办人林永胜 跟大家来聊聊 他的七号追导了 其实是温锥的一个概念 那刚有这么多的一个号码 然后你可以感受到 就他的一个热度了 这很像就是 我刚听你这样讲的时候 我会觉得就是 我妈在煮菜的时候 总是有个中华炒菜锅 然后他永远都很喜欢 手在上面摸一下 我就跟他说 妈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油起泡泡 他说不用 我一摸我就知道可不可以了 我觉得很感动啊 就你们已经到内化到这种程度了 就像你看西方的那些料理 他有一定的配方 他有他的那个配方 多少 可是在东方 尤其是我们台湾或中国料理里面 他的调味料就是少许 那什么叫少许 他不是一个随便 而是他是在今年累月的累积当中 他知道这样的东西他最适合 他不需要秤 他是用身体去感知 他所要使用的材料 那在使用的过程 像我这次在日本的那个五熊温泉那边 有一家居酒屋 他说他就用手去抓 他说这样的眼是三克 这样是六克 这样是九克 我说你秤秤看 这个并不是去炫技去抓 说刻意的去衡量这个多少 而是看到到职人对于料理的用心 他去让自己说这样子 今年累月操作下来以后 他有一个精准度 他不是随便在做 我知道前不久你去日本做了一个 这个像田野调查一样 而且去访问当地有很多的作家 对不对 然后跟他们交换一下 他们逃逸的一个手法计法 对不对 就是在这次去走访了那个 整个北九州 去了两个礼拜 然后自己背着背包就去拜访 行前有写信跟他们说要去拜访这件事情 然后获得了很大的一个 很多的感动跟一些知识上的交流 他们都会不吝息的跟你分享 对然后因为他们在日本做桃跟台湾做桃很大的差别 是他们分工分的很细 做谣的就专门做谣 研究材料专门做材料 管销售的关销售 没有啊你是一条龙服务啊 对我们机器坏了 打电话请厂商来修 我这个礼拜没空 我可能要下个礼拜五 可是我要出货不可能等你来啊 你开一下视讯 你转这个调这个 然后零件记下来 所以到后来我们都快要变成 中部机器可以做维修 那我们来聊一聊 也就是说大家会认为 艺术跟那个商业价值 是相抵触的 对不对 艺术家就是有他的一个坚持 或者是有他的专业 或者是傲慢 不同的一个形容词 总是他很坚持他自己的产品 但商业有商业的一个 使用的价值跟空间 你怎么样把两个平衡在一起啊 其实我在刚开始 在创作工作室的过程当中 我会觉得自己 就是要当一个艺术家 对 我要当陶艺家 对 我就是要很有名 很有钱 盖很漂亮的房子 人生就是三个目标 对 书里面有写嘛 对有 可是后来就会发现说 那什么样的方式很有名 你做任何事情 他都能很有名 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 那你要很有钱 到底你拥有了多少钱以后 你愿意停下脚步 不再追求 那很漂亮的房子 是建筑很漂亮 还是里面让你 跟你在一起的人很舒服 你觉得他很好 所以我在追求过程当中 当时那个阶段做的东西都是 其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做 反正他就是技术难度很高 烧成难度很高 那他就是一个艺术品 当下我这样觉得 可是慢慢的后来就会发现 其实那不符合了我的个性 真正的艺术品 他并不在于 他是否是一个实用器皿 而是制作者他本身的生命能量 他有没有丰沛到满出来 甚至让你看了能够感动 就像我这次之前在看 很多看那个草菅迷生的南瓜 他的点点的东西 很多人说 那就是一个神经病做的东西 他就很多的点 那个怎么能成为艺术 对还有人说 那个我也会画 对 可是这次我站在 他的那个作品的前面的时候 我很感动 非常非常的感动 当下震撼是来自于 你感受到他所情绪的压迫 压缩释放出来 那种紧缩在释放的那种感觉 所以好的艺术品不在于说 我是艺术家 我就是艺术家 你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是别人来给你的评判 而不是你想成为什么 就能成为什么 现在那些市场上 国际市场上拍卖那些作品 很多都是当时的实用器物 在皇宫里面的器物 它也是艺术品 那来自于这些工匠 他们就用呕心沥血 然后用生命 用情感去催念出来的东西 而不在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对 可是艺术家是我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以我为主的 可是商业的应用不是 我要下什么单 你要做什么东西给我的 你什么时候可以 臣服顺服这些商家呢 因为觉得他们真蠢 他们真的什么都不懂 他们只会压迫我 所以前一阵子 有一家米器人餐厅来找我 然后他们老板娘就问我说 为什么这些米器人餐厅 都愿意来找你合作 我说大概是我妥协度高吧 我配合度高 当然在技术上有我们的坚持 可是在器皿上毕竟使用者要好用 他才愿意拿出来用 柳中越讲说器物只美在于用 如果只是白事 那器物没有它存在的意义跟价值 既然是器物 它是生活器物 就应该以使用者为主要的考量 作为一个艺术家 可以不考虑别人 但是要嘛你不要结婚 你一旦结婚以后 你有身边有需要照顾的人 如果你没有先照顾好你身边的人 那让大家都过得很辛苦 凭什么所有的人 要拿他的生命 跟拿他的生活品质来成就你一个人 你的艺术成就能够影响全人类吗 能够影响更高层面的人吗 如果没有 那不叫追求艺术 那叫知识的追求 我们俩有看到 就是你有带的一些图片 对不对 这张图片是 左边那个单独茶壶 下面有个盘子 因为我早期在做的时候 是做花器跟各种生活器皿 那后来做了茶具以后 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 因为学茶的过程当中开始学会 原来器皿的实用度 跟功能性是有冲突的 就我们刚刚聊的那个问题 那你天平你要摆向哪一边 所以我选择了 在这个器皿里面 它可以没有我 但是使用者 它要觉得很好用 对 我曾经也听你讲过 那个倒茶的时候 盖子会翻开 你的就不会 我的超过90度 它都不会掉 但是它是密合度 它不是用它的前面去卡住它 对 可是有时候 你看我们买了一些茶具 到了一桌都是 所以这些事让你自己使用过之后 对像我的器物我追求的 它就不是一个很让你一眼看到就很惊艳的气心 因为在设计学上我们会知道 实用的功能跟造型往往是相冲突的 对对 那我会比较偏向于实用功能这一块 所以我会选择在很多的时候我会放弃我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会把它用在比较细的地方 像这个碗 这个是我几年前帮台湾轩泥师做的那个礼盒 那它的碗外面看起来 它就是一个平的光滑的碗 对就是一个碗 但是你只要摸到里面就会觉得 但是里面摸你会发现 它中间的口源的这个地方 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但是稍微有点收口 那使用上喝汤的感觉就会很不一样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欢迎来理财收合通 我是夏云芬 在我旁边的就是千秋逃访的串判人林永胜了 带来它的新书 我们也有在我们的贴在粉丝团当中 那么也有如果看直播的话 在我们荧幕当中就可以看得到了 我觉得就是一个百年的一个守护者 就是南投桃 就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只有西投 我们就只有日月潭 其实还有南投桃 那刚刚也提到了 你就是跟器物的一些关联性 跟它的情感 对 器物在使用上 我以前在做器物会觉得说 器物它单纯就是一个盛装食物 盛装饮料的东西 但慢慢的你会发现 器物它其实就是更像一个情感的随身碟 情感的随身碟 好会讲啊 它其实不断的装载 是你各种生活当中的情绪 很多朋友 现在很多人会很容易遇到 它心情不好 烦躁 无法让自己的心安定的时候 那有的人就吃药 有的人选择去旅行 可是他会发现绕了一圈回来 没有改变 还是一样 可是自我疗愈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那我们会在生活当中 我们会去存钱 可是我们能不能有一个习惯 是储存自己的好情绪 我随便一个杯子 哪怕是大卖场 20块买的杯子 它不一定要是名家做的 不一定要是要手做的 可是当我 这个杯子就是我很喜欢的杯子 当我心情很好的时候 我拿来喝茶 平常是我不用 当我有开心的事情的时候 我拿来喝 我有什么高兴的事情 我拿来喝 平常他就不会用 有一天当我们情绪很低落的时候 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拿起这个杯子 里面装的是你满满的 快乐开心的回忆 透过喝这个水 给自己补充更多的正能量 所以一个器物 它不单只是拿来盛装食物 它也可以用来储存 自己的好的情绪 好的情感 它是一个自己的充电的 我们的随时 那个叫做 你刚刚讲随身碟 水电碟 或者是一个充电的那个 充电宝吗 充电宝对对对 就是可以让自己充电 行动电源 对行动电源 最近常常很多名字 很多词会想不起来 年纪有了 年纪有了 不过我知道 就是看到你的书之后 因为坦白讲 我觉得蛮开心的 因为我大概是少数 在你还没有出版之前 就看到文章的人 然后我觉得说 原来烧制这个淘气 其实是蛮辛苦的 因为有时候 它可能不符合你的预期 你可能一打开 那个刹那之间 它可能全毁了 跟你要的颜色不一样 跟你要的成品不一样 那时候心情是怎样 其实那个打开窑门的 那个当下 你心情会很低落 但是那个情绪 很快就会过去 因为你知道低落 你改变不了事实 那就是 重新收拾自己的情绪 好好坐下来 泡回普查 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做 就呼呼的电来啊 对对对 就只能这个样子 因为你情绪 一直在那边低落 也无之于事 对所以这个时候 就会让自己喝个茶 安静一下 你看像这个颜色 就非常非常的 它是用植物的灰 去当它的底 所以它上面 一般的 我们会用长石石英碳酸钙 来当成它的基底 跟玻璃一样 那它这个很特别 它是用植物的灰 你要讲一下 就是颜色 比方说 它不是进去绿色 它就烧出绿色 不是不是不是 是配出来的 我是看了书才知道 这个东西烧完油以后 它是粉红色 整块是粉红色 就只有一个颜色 烧出来后才会变成这样的颜色 对 废游说为什么 有没有看到纯语 对 因为氧化金属 它是用氧化铁发射 那铁就是粉红色 你这样讲它听不懂 对 好 我们现在在准备什么 请上我的脸书 它整摇都是粉红色 所以他们说 他们以前有一句话叫做 入摇一色 出摇万彩 当进去的时候的颜色都一样 那烧出来油 这有时候就会超过预期 有时候就会不如预期 那这个盘子也是我们帮 远得要命的 阿康姆的那个AS做的盘子 他说我要有山上的感觉 要有烟熏的感觉 要有森林里面的青苔 这个盘子是第一次做的 后来还跟我说 我还有天空的蓝 所以后来又叫蓝色 所以AS就是 认识我很久的人都知道 反正我是一天到晚 在AS在我的脸书上 就讲到坏话 对 就骂他 你就骂他 对对对对 然后听我的很多 因为只要跟他合作过的人 都知道跟他合作很痛苦 他常常会想到一个东西 就传个讯息给你 打个电话给你 对 我是觉得就是说 我觉得以前我也不知道 就是烧桃 是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而且上右踩是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不是你上了颜色以后 就可以烧出这样的一个颜色出来 然后第一个你要会调配 什么加什么 什么加什么 对 他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化学 他除了酸碱以外 他还有热效应的问题 跟其他的问题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他 有人说你淘三理四 然后烧咬一辈子半 对 那你种草树种理树都几年就可以收成 但是烧咬这件事情 你一辈子也学不完 他需要一辈子半 才能够完成 所以面对这样的工作 我们不能够轻易的面 轻率的草率的面对 就是不断的在做 不断的在销售的过程 我们也不断的在学习 所以每一窑的窑里面 我们都会在放新的试骗进去 土的实验 又要的实验 气形的实验 然后要不断的往前进去做各种的追求 其实大家都只看到 你卖出去多少杯子 卖出去多少盘子 到现在工作是26年的 可是到今天为止 我都说我敲掉的杯子 都比我卖出去的多 因为我们不断的在实验 不断的在实验 敲掉那些东西就是 因为我看到你的书 我才会知道 就是说 第一个当然也不符合 你的客户的要求 第二个 客户说OK了 你还说不OK 对 就是像我帮那个Alice做 他订了一个月亮盘 他订了80个 我前前后后烧了240个 那Alice看了 他说这个没问题 这可以 我说不行 他没有那么平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不行 后来剩下那些东西 我就给Alice看 我说我就是烧了这么多 那你也只能烧那些钱 但是既然接了单 我们就要把它完成 我说那剩下这些 你拿回去 你要去铺地 把你当飞镖都可以 可是这个东西 你用得到 你就把它带走 不过Alice它很特别 像这个是他们原住民的 那个陶翁的形状 他一开始画给我是一个这样的形状 就是一个这样 没有这个圈圈 他这样不好拿 可是他就是这样 他天马行空就告诉你说 我要一个翁 后来想一想 我觉得他们卢凯族的 这个陶翁其实很漂亮 然后他就可以掀开 里面是在放甜点 他可以两边当成两个球这样使用 而且他烧的温度很高 就会有金属声 这是金属声 这不是 对他每一个气污 就是我们烧过的气污 他就都是这种 他都是很高的声音 那厚度不同 呈现声音不同 所以烧的温度 烧结度一定要够高 他才会耐用 所以七号追溯 我们的基本 往上会在八号 九号一直上去 接下来的温度会再更高 因为这趟去日本买了新的陶土 那个土我以前在台湾看到 他报价的时候 我吓了一跳 这个土怎么会这么贵 结果我去到日本 后发现 他那个土是用那个手 去敲他的铁粉的 纯手工的 好我们持续跟林永胜来分享 他这本书 他这个人 以及他的一个作品了 刚刚我其实听到 非常非常的一个感动 也就是在于 人家画一张图给你 其实你就照着做就好了嘛 就又不是嘛 其实你要想想看 他到底要怎么样的实用 对不对 然后你要跟着他一起来 这个讨论一下 他会不会觉得说 你做出来跟我想的不一样 我会把那个 我会先打样给他们看 因为我没有办法 打样就是做一个给他们看 甚至做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因为他可能差一点点 那Alice他可能会给我一个 说老师我大概就是 18公分宽 那高度就10公分 就像最近做他 做他Marsalini的那个冰丸 做起来的话就像一个盆 他就不是一个碗 我就跟他说你那个宽度不变 但是你高度一定要降 否则他就是一个很大的盆 因为我们对于器物看起来 你会大概量说 我可能就这么宽吧 那他高一点应该比较好看 可是你不知道 当他变高了以后 整体那个大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用标示 用图都不准 我就会用手去做 做一个然后给对方看说 这个是不是你要的样子 然后 就像实体给他看 对 然后在于收纳上 你怎么做会比较好 你可能要做薄 可能要做各种变形 但是你餐厅的堆叠跟收纳 有没有这样的空间 他可能要雷起来嘛 对不对 不是像我们摆一个两个漂亮 对对对 还有你在轻挤上 他方不方便 那像这样的东西 如果当时照S做 他就只是长一个这样 不知道什么东西 可是他这样就是会是一个瓶啊 那他可以 他收纸的时候 要叠的时候 他可以套着 他就可以叠很高 一直套上去 对那收纳上 我们也会去帮餐厅考虑到 然后在清洗上也是 我们家的陶瓷器皿 是用日本进口的瓷土 我们没有那种会有高温 那金属适出的问题 所以都自己用 我们家的可以洗碗机 可以药剂下去洗 可以蒸 可以煮 可以微波 它都可以啊 因为温度够高 那他就是一个安全瓷器 所以我们家的器皿 全部都自己做 不过我妈还是要去菜市场买 她说那个50块很便宜 就很接近啊 对然后摆了一桌 很多朋友说 你家很好啊 你自己做 你们家的器皿都自己的 我说我们家是很 我是很希望啦 可是我妈就偶尔就 去菜市场 就拿个几个花盘回来 我觉得你当然有很多米其林的大餐厅 然后都委托你做 其实在书上有提到 有小朋友委托你做 对 我觉得很可爱 这个是让我对于创作的过程的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是因为我早期在还没有对市场这么熟年的时候 是在学校做教学 那有一年的那个就差不多在四月五月的时候 四月没记忌的时候快要结束的时候 小朋友两个小朋友在我下课之前 然后绑了小辫子 然后就第一年级就跑到我前面 然后两个手就放在后面这样 然后这样碰说 哎你说啦你说啦 这个老师实在是很不错 小女生要送什么卡片或糖果给老师 对 结果他们就 没有老师我们件事情跟你讲 他说因为我们老师要去美国了 那老师很喜欢陶石器 可是他他就不能教我们 我们想送他东西 可是我们听说老师的东西很贵 那我们每个小朋友收十块 所以我们这里有三百二十块 你可不可以把我们做的东西送给老师 我说当然没问题啊 那收下三百二十块 其实我一出校门 我一上车就后悔了 然后我回到家 赔本 不是赔本的问题 是回到家然后再泡茶 朋友说哎你今天心情不太好 泡了茶怎么会泡成这样 我把这事情跟他讲 他说你少串一次不会怎么样吧 那小朋友那么可爱 我说不是这个问题 不是三百二十块 是三十二份心意 你要怎么去包装 放到器皿就送给老师 三十二份的心意 对那刚好那个时候是 白萨屯的马祖绕境的时候 因为我就想到我们 其实我们东方 尤其我们台湾啊 中国地区 我们有亲人要远行的时候 以前会抓一把故乡的泥土 门前的土跟家里的香灰让你带走 土是让你到了当地去加水 才不会水土不服 那香灰是代表着家里家人 亲人对你祖先的庇佑 家人的期待 期盼能够平安归来 那我就用了这样的概念 我去鹿港天后宫 拿了香灰 然后掏洗碗以后 就洗成这样的绿色的东西 就是植物的灰嘛 就是这样一个绿色的碗 然后试了很多次 才把那个碗烧好 烧好以后 又花了三百二十块 请朋友做了一个包包包起来 说过三百二 放包装就花了三百六 然后我就拿去教室嘛 然后刚好那天我拿给那么小朋友的时候 老师从教室出来 那他听说这个是要送给老师的 结果老师就不好意思让你送我这个东西 我说没有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老师听 老师就哭了 小朋友也哭了 然后我就赶快跑 因为我怕我也哭了 把故乡的泥土烧在里面 然后老师后来从美国回来 他准备要结婚 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他就来说 我谢谢你给我帮我做那个器 他就随时带着我 我想今天在这里用他喝茶 拿出来那个碗发现上面有个缺角 我说这个器物既然对你那么重要 你怎么会把它撞坏掉了 他就没有讲话 他就低头 喝了两杯茶 他就跟我讲说 就是因为这个缺口 我才知道这个碗对我有多重要 他说我刚到美国 我就受不了那个环境 我就想回家了 然后跟家里沟通了很久 好不容易家里同意我回来 收拾完行李 我就把那个碗拿出来泡茶 我准备可以定期 不要可以回家了 他说你知道吗 当我拿着那个碗 我一冲水 当我碰到那个碗的时候 他说我听到32个小朋友 跟我说老师加油 老师你要加油 他说我怎么回去 面对那些小朋友说 老师受不了寂寞 老师想家 所以我回来了 他又打通电话跟家里说 我觉得我可以再试试看 所以他说每当他情绪不好 想家的时候 他就会去用那32个小朋友的鼓励 让他继续持续下来 那为什么会撞到 是因为他有一天去参加 前天晚上参加朋友的party 那隔天早上赶着出门 他习惯带着他 他没有用布包装 直接丢到包包里面 然后出门的时候不小心撞到 他听到有撞到的声音 他一整天心情都不好 提前回家 那心情很低落 结果那天晚上他就看着那个碗 在自责说 为什么我会去把它撞坏掉 这个这么重要 可是当他在抚摸那个气鸣的伤口 的时候他突然想到 是因为我前一天晚上去参加那个party 所以我才睡晚的 那个party上有孕分解 有废荣 有可爱的小星星 有可爱的小星星 就透过这个缺口 会让你唤起那个夜晚的美好跟朋友 所以气鸣它坏了 除非它不能用 它迫害的就是 就是它的情感 随间叠的 记忆体满了 把它收好 但对于这个气鸣的回忆 跟情感 它永远都在 如果大家会这么珍惜气鸣 那我制作气鸣 怎么可以随便 我当然是要用尽更大的心力 去把这件气鸣做好 不管是气型 又要 我们都应该更努力 去把它做好 才对 如果我在现场 我觉得我应该也会哭的那个人 看眼书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有很多很多的温暖 然后有很多很多 止不住的一个泪水 但我们要聊一聊一个妈妈 就是妈妈把这个孩子作品弄坏了 然后来找你挂急诊 然后那边的对话 也让我觉得很感动 我们待会来聊聊这一段 我们先休息一下 静下广告 好 我们持续跟我们林永胜来分享一下 因为我觉得 他是一个孤独的修行者 所以他对于他的生活 他的讨 然后他的生活的一个类型 跟心里的所思所想 那完成这本书 我觉得有很多感动的故事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刚刚也有提到老师的礼物 32位小朋友的礼物 其实有一个 那个妈妈弄坏了小孩的作品 其实可能是我是妈妈 我看的很有感 那种很焦急 然后又碰到孩子的那种不体谅 对可以当作父母 你就可以提那种心情 那是一个 原因夏天 因为我在学校上课 那就有一个朋友打电话来说 他可不可以 他是经过人家介绍 想要请我帮他做 大学毕业制作的东西 那我想说那应该没问题 但他时间很赶 那在有限的时间内 我想说那我还是必须帮他完成 那完成的那一天 我们前面当然经过讨论啊 制作啊 打样啊 后来在预定的时间内把东西做好 可是做好那天 那个小朋友没有空来 他请妈妈来拿 那我把东西包好 差点点 你看检查完了以后 妈妈把东西带走 嗯 带走以后过几天 妈妈又来了 妈妈就 对他先打电话给我 他说老师不好意思 我可不可以拜托你一件事情 这样 我想说什么事 他说 他不小心把那个作品 在搬的时候 他没有注意到那个方向 所以把他的东西撞坏了 然后撞坏了以后 他说 这个东西就 因为当时我已经讲 我后面很忙 而且没有时间在制作 对 那女儿就很生气 就这件事情就骂了妈妈 怎么会不小心 然后就一直骂骂我的妈妈 就是很惨 妈妈就头就低低的 就是让女儿这样子骂 然后 我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 后来就 可不可以帮他 把这个东西做完 我说 这个东西我可能 我需要一点时间 对 真的拨不出时间 对对 我说那我 我先 我试试看 那我没有先跟你讲说 能不能帮他做完 那他回去以后 其实我那时候 我在写部落格 我在部落格上写 我刚才说 你晚上 看一下我部落格 因为那时候没有脸书 我说 你看一下部落格 我把进度拍给你看 那当天晚上 我没有放部落格 其实我写了另外一个故事 给他看 就是他是唯一一个 在茶山做茶的朋友的故事 他当时是在大学里面念书 然后 也是准备做毕业制作 那爸爸生病住院 弟弟去照顾他 那他回到家里去做 他的毕业制作 他想说不要有人干扰 那回家帮我来照看一下 那有些妈妈就跟他说 你那个 你爸 你弟没有衣服可以换 你帮他拿个衣服去医院给他 他说好啊 那他就说 我这个电脑 你都不要动我的东西 然后他就出去了 回来以后发现 奇怪那个电脑怎么 没有电什么都没有了 他问他妈妈说 你是不是动我的电脑 他说 那个这样子 一直亮着浪费电 我电子刷掉 那比较没问题 他就很生气 他当下就很生气 他说你知道吗 你这样会让我逼不了业 我所有东西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是我跟我同学 我们一整组的问题 那我怎么对同学交代 然后就对着妈妈很不耐烦 生气就骑着机车 然后就要走了 然后妈妈拿着外套追出来 就说啊你好歹你外套穿着 他不想你妈妈 他急着起来 头也不回来就走了 然后回到学校以后 过了几天 同学一天早上跑来叫他 说你怎么还在睡觉 你赶快起来 你家里出事 打电话回家 打电话回去 他弟弟就破口大骂 说你到底在干嘛 电话为什么都不接 看到家里电话就不接 他说妈妈走了 然后他还想说 妈妈走了 什么意思 他听不懂 他说妈妈早上走了 因为他们去 妈妈想说 他不知道他只是拔个电线 会让你没办法毕业 他去赚钱买一台电脑 让你可以毕业 看能不能弥补 所以他早上跟三神 他们去坐查车 要去采查 后来车就翻了 妈妈就走了 然后那个朋友 当下愣在那边 后来他回家了以后 他说在妈妈的告别事上 他看着妈妈的照片 他说有这么严重吗 其实也没有这么严重啊 但是妈妈回不来了 你连跟妈妈说一声 道歉的机会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对于 我们身边所有所爱的人 你所拥有的一切 我们都不知道 在这个转身之后 还有没有机会再见面 然后那个小朋友就说 后来他懂了 作品坏了就坏了 可是你对妈妈这么凶 妈妈这么辛苦的照顾你 妈妈心里也很急 不是只有你急 可是我们尤其自己当了爸爸以后 你会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对于小孩的付出永远是100分 看到好吃的就觉得 这个买了给儿子吃 这个买了给女儿吃 可是我们曾几何时有想过说 这个我爸爸爱吃 这个妈妈爱吃 甚至是我自己爱吃 所以我们都只有想到小孩 可是孩子能够同样 同理心到我们这个问题上 所以我那时候回家的时候 看到桌上就放了两张卡片 放了两包饼干 跟一本毕业监测 就很感动 就像我们那个送土的司机 一个年轻的司机送土来 载了两个小孩在车上 我说你怎么会载小孩子出来送土 他说老婆要上班啊 孩子没能顾 我说几岁 他说一个一岁一个三岁 那我就去拿了一些饼干 要给小朋友吃 小朋友就 那个三岁的哥哥就一手抱着弟弟 手就伸到窗户来跟我拿饼干 那我就跟他说 你这趟送完就回家了吧 他说没有啊 下着大雨 他还是要带着孩子 去送肥料去送什么东西 因为他只是回头车 顺便送了我的东西 我说你这样很辛苦 他就看着外面的车上 就跟我指着孩子说 没有啦 他们比较辛苦 当下我就会觉得说 做父母的 永远不会觉得自己 为孩子做了多少 为这个家庭付出多少又辛苦 他反而是觉得说 他们比较辛苦 可是当孩子长大后 当作为子女的我们长大后 我们曾几何时曾经想过 爸爸妈妈比较辛苦 我们都觉得我们很累啊 我有这么多的东西 你也不懂 跟你讲你也不懂 你也看不懂 我吃的东西你也不懂 买的东西你也不懂 你还要管我 可是因为父母照顾我们 他们的世界只有我们 他没有办法跟我们一样 去看世界 他不能理解我们是 你说当然 所以是不是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眼睛 将我们看到的东西 多一点时间跟耐心 再回馈给我们的父母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 什么时候一回头 你连说从再见的机会都没有 对啊 所以就是一个有温度的人 然后他的作品跟他的书 跟他的内容都会很不一样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提到了父母 我可以问你一下吗 我们对孩子你会偏心吗 我觉得母亲比较不会偏心 但父亲很容易偏心 你有吗 我让你澄清一下 基本上我都觉得我没有 我对每个女儿都一样 每个女儿 其实没有啦 他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可是我都觉得没有啊 但是像因为我们家小孩 他们感情很好非常好 因为儿子知道从小 姐姐有的 弟弟也会有 弟弟有的 姐姐也一定有 只是因为在互动上 在兴趣上 女儿跟我比较像 他喜欢拍照 他喜欢看美的东西 他喜欢安静的坐在那边看风景 感受风吹 感受花开 那儿子喜欢的东西 比较外向 比较活泼 所以是这点的差异 但是就算我去日本 我跟儿子跟女儿 三个人在那边拍照 大家也说 哎呦好好 带女儿去日本玩 明明是三个人 也没有办法 所以我只能说 没有啦 我没有偏心 我对每个女儿都一样 哎呦 你看 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 都很了解我 他说你这样说 月芬姐都要哭了 你看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 我的听众朋友 特别了解我 对 但我跟你保证 你看了这本书 你跟我一样 你因为很想哭 可是我觉得 其实哭很像厨师机一样 其实我自己写那篇 那个刘文贵 我是一边哭 一边哭着 一边写完 想到外婆 因为外婆对人影响很大 现在我走过那个地方 就是真的 那个淡淡的甜味 但是里面是 对外婆浓浓的思念 我就一边写 一边掉眼泪 到后来是完全写不下去 对 也许写到外婆 住院那一段 所以我给她的序 是写她的温度 那我也觉得 大家其实都有温度 我们就把温度找回来 好 我们七号追导了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也谢谢林永胜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